今天早安 节目 熊现场 我们首先带来聚焦的是国经的财技消息 这是全球市场对美国的经济产生了一些忧虑 再加上日元飙升 还有中东局势动荡 种种的影响之下 美股在台湾时间昨天晚见 就是5号开盘就重挫了1000点 而且是看起来难以挽回的颓势 台湾时间在今天清晨的时候 就收盘道琼工业指数下跌超过了1000点 包括了科技股 苹果 亚马逊还有英特尔 跌幅都是超过了4% 至4 重要的指数全部重挫 而路透社现在就访问了分析师指出 市场目前要观察的是 美国联准会未来的可能动作 在这段时间 我并不认为我们在变化 我认为我们肯定有些 我们肯定有些股息的部分 开始温暖 而这就是会有些惊喜 但是我希望看到资料 尤其是现在和Jackson Hole 我认为我们会看到资料 我们会看到资料 有点跌幅是2.6% 指数跌破了4万点 收在38703.27点 标普500指数部分的话 是大跌了160点 跌幅是3% 纳斯达克指数同样重挫 576点跌幅是3.43% 而美国经济衰退的忧虑 的确是震撼了全球的市场 促使投资人撤出风险资产 再加上波克夏公司 大幅减少对苹果公司的持股 也导致了苹果的股价 下跌了4.8% 这是美国科技 七巨头表现最差的一支 而全球股市 现在大逃杀 可能就会反映在 今天的台股以及亚股 好在昨天的美国股市的 主要期指 这个台湾时间清晨 再度重挫超过了千点 缺种股市大逃杀 那今天有没有可能 再度打击亚股呢 现在当然投资人 都是提心吊胆的 CNN记者就分析了 在昨天的亚股的表现的时候 提到了日本和南韩的股市暴跌 而日股盘中一度 触发熔断机制 南韩的交易所 也启动临时停牌措施 这些熔断防护机制 他说他真的希望 今天不要再度发生 再度发生了 再度发生了 在中国的市场上看到了一种多的一种情况下来说, 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一个优优的东西, 我认为优优独播放在中国的市场上看到了一种情况下来说, 是因为我们的情况下来说, 我们也在中国的情况下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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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持續後來舉照的是中東的局勢 當然中東局勢的發展 也影響到了全球的財經的環境 這是哈馬斯的領袖哈尼亞 還有黎巴嫩的武裝團體 真主黨高階的軍事指揮官 舒克爾相繼被暗殺身亡 這已進一步推升了 中東的緊張局勢升高 路透社現在就報老了 美國總統拜登已經回到了白宮 聽取戰情師的簡報 而美國國院現在呼籲任何人 都不樂見衝突升高 拜登是在美東時間5號回到白宮 隨後就在戰情師和國家安全團隊 來會面討論伊朗 可能對以色列發動攻擊的狀況 這次的緊急會議也凸顯了白宮 對於中東局勢的高度關注 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就警告說 伊朗和黎巴嫩的真主黨最快可能5號 就會對以色列發動了攻擊 白宮目前正在密切的關注事態的發展 好 中東局勢現在非常的緊張 不過呢就在這個哈馬斯的領袖哈尼亞 在伊朗預洗身亡之後 伊朗現在態度非常的強硬 他們揚言要報復 而同時之間以色列也嗆說 已經隨時準備好應戰 前大使界文記就分析 以色列開國之後的態度就是 是絕對不會釋軟 因此他認為中東的局勢未來走向 可能真的就會陷入了混戰 你也知道其實在以色列從建國開始 他們只有一個基本的一個原則 就是絕不示弱 你就是說你殺我一個人 我要你要更多的人來回應 這都是以色列他在這個困難的環境 他的生存之道 所以越是以色列今天受到了威脅 你看到他的舉國的回應 都是以更強硬來回應 所以現在以色列已經出手了 對 以色列已經出手兩次了 對 當然就是說 對於黎巴嫩這一次出手 主要還是因為這個 真主黨先發了這個火箭彈 打死了12個這個以色列的年輕人 在這個戈蘭高地 所以對以色列來講說 是以色列做一個回應而已 可是對伊朗來講的話 那是以色列先出手 現在這個囚在伊朗的手裡面 即便這個情形的話 以色列還是不失弱 我覺得就表示說 他在這個完全的準備 再來要看到的是孟加拉的局勢 也是相當的動盪 這是孟加拉的公務員 因為招募的制度 引發了學生團體的抗議 要求總理哈希娜要下台 進而演變了全國的暴動 至今已經累積超過300個人死亡了 勢威持續數週之後 孟加拉的總理現在就要請辭 而他之後也不處理國內的事情 就立刻搭機逃亡到印度去 現在狀況大混亂 因為這些勢威的民眾 已經闖進到總理的管理裡頭 全線上萬的孟加拉民眾 走上街頭向政府抗議 在鐵門上噴漆 爬上孟加拉總理哈希娜父親的雕像頂端 拿著鐵錘憤怒錘打 孟加拉反公職佩景式動亂 上月初從校園點燃 隨即蔓延到全國 擴大為76歲的總理哈希娜 執政15年來最嚴重的動亂之一 街邊無數軍警整裝待發 發射催淚彈 閃光彈 甚至暴力鎮壓 自日一天就有91人死亡 至今累積超過300人死 民眾也以拿棍棒走上街頭 焚毀巴士的方式對抗 對此孟加拉總理哈希娜緊急請辭 與妹妹搭直升機逃往印度 示威民眾也已闖入總理官邸 大次破壞 同樣動盪的中東地區 哈馬斯領袖哈尼亞在伊朗遇刺身亡後 伊朗揚言發動報復攻擊以色列 伊朗的附隨組織 夜門叛軍青年運動也蠢蠢欲動 宣稱在夜門北部 擊落一架MQ-9美軍無人機 並展示無人機殘骸 外傳美國有可能以秘密外交的形式 對伊朗解除部分制裁 以換取中東局勢降溫 但伊朗到底會不會為了盟友遭暗殺 而質疑攻擊以色列 全球都在緊盯局勢發展 接著張慧中文報導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